歡迎收看水來運轉 大家好 我是晶晶正國 大家好 我是Gina Gina 好漂亮 正國從頭到腳打亮了一下 實在算是完美 但是我突然掃到 妳的膝蓋上面有一個紅疤 被我挑出來了 真的 這是小時候 就是被機車的排氣管燙到 妳有小時候被機車燙過的 這種不好的印象 對 很怕溜邦 妳現在一般妳要騎摩托車 或是坐人家的機車 會不會特別擔心 會 有陰影 有陰影存在 不過今天我們要介紹的車子 它就能夠讓妳放心的去騎 妳完全不要擔心被它燙到 有這麼好 我們要介紹電動車 電動車 電動機車 但電動車有很多的費率 我都搞不清楚 的確 妳真的有在研究 對 這麼多費率 很多這些規定 到底要把它搞清楚怎麼辦 當然是請到了專家 首先我們來歡迎 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負責人 歡迎Singer 歡迎Super Moto A 雜誌總編阿Ben 我們歡迎科技部落客CJ 歡迎 歡迎我們的新朋友 CJ今天第一次是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今天為什麼要請到 CJ來這個地方 CJ 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科技部落客CJ CJ CJ其實平常在做什麼工作 主要就是在寫一些 3C科技產品的一些評測 是是是 3C科技產品 所以說包含手機 電腦 電動車也算是 你們的3C科技產品 我覺得電動車 電動機車或汽車 都應該算是科技產品 OK 所以說今天請到CJ來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透過 它這樣的專業評比 來幫我們來談談電動車 我們首先來談談 最近非常流行的 GoGoro好了 GoGoro造成了大家的 一個流行的風氣 我自己從3年前就開始 騎GoGoro了 OK 我覺得它 嚴格來講應該算是一個 科技產品 然後它是有輪子的 科技產品 輪子的科技產品 CJ是騎的GoGoro 哪一款車 我騎GoGoro One GoGoro One 不過今天來的三位車主 全部都是 三位都是GoGoro的車主對不對 Single呢 我也是GoGoro One Plus Plus 那Ben呢 我也是One Plus One Plus 好 我們其實剛剛那個 Gina 你剛剛說你最擔心的 就是一些資費 對 它就像 它好像就像手機一樣對不對 對 像手機的月租費是不是 對 搞不清楚怎麼辦呢 對啊 問CJ大哥了 因為GoGoro它的電池 它是就是跟手機一樣 它是付月租費的 那你就是繳了月租費之後 你就可以無限次的使用這個電池 對 那它有一個里程的限制 所以它從299 499 799 然後到吃到飽的899 好 我們先看看吃到飽的方案好了 吃到飽的方案 1199 騎到飽 不是吃到飽 好像上網吃到飽的感覺 騎到飽 來CJ稍微幫我們介紹一下 它原本的方案是1199 一個月 然後騎到飽 但是如果 如果說你是長期會騎這個GoGoro的車主的話 那其實你綁約綁三年 它就變成899 好 綁三年 有個折扣 每個月就便宜了 300塊 300塊 有就少300塊 好 我看還有便宜 綁兩年便宜多少 綁兩年的話就是便宜 一個月少200塊 就變成999一個月 那大部分會騎GoGoro的 應該都會直接選擇899的 所以我覺得GoGoro也很聰明 那這種東西就有點像我們手機一樣 對啊 看你想要哪一種方案 其實把手機這種經驗移植在這個電池的 一個租用的上面對不對 當然你講的這個是騎到飽 他剛剛講騎到飽 我剛才掃了一下 他說他騎到飽的時候 他並沒有包含他的定期保養的費用 你必須要自己支付 對 他的保養是每3000公里 或是每半年要回廠保養一次 看哪個時間先到 但他保養一次的費用大概就是幾百塊 價錢左右 大概是幾百塊 還滿便宜的 所以說大家可以稍微查一下 有些東西要斤斤計較對不對 對啊 好 那剛剛講到吃到飽方案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可以幫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好 這個叫暢游方案 暢游方案的話 他就是每個月他可以騎到600公里 然後一個月是799 那他的另外一個方案像499的話 他每個月的話就是可以騎到300公里 300公里 那如果說你平常就是騎到你家巷口 買個便當的 那你可以選擇最便宜的299 好 一個月可以騎100公里 然後騎600公里的 他每個月的月租費是799 對 但是他們這邊都有一個規定 你超過的額外里程都有 每公里會計價 對 每公里開始計價 他不像說可能吃到飽 你超過你的流量了 他就把你 還是一樣的價錢 對 因為手機的吃到飽 或者沒有吃到飽的方案的話 超過那個流量 你可能就會被斷數 可能就會沒辦法上網了 是 但你機車不可能說 我超過你的600公里 我就斷你的 對啊 的那個里程數 好 而且我們在那個暢游方案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包含 就是它的 你剛剛講的保養費用 對 對不對 對 保養費用是包含在這個地方 不過講來講去 我還是 因為我們大家 勢必知道我們都沒有接觸過 Gorgoro 對不對 可不可以很簡單的 幫我們講一下 Gorgoro它的電池 大家到了充電站 交換站 到電池交換站 大家會做一些 什麼樣的一些程序 然後它會做一些什麼辨識 你看它怎麼去判斷 超過里程數 它怎麼判斷你騎多遠 可以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它其實現在 在Gorgoro在很多地方都有一個 叫做所謂的 Go Station的換電站 像是加油站 便利商店 全聯 它都有這種換電站 放在門口 那你只要 車子裡面有兩個電池 你把它一電打開 兩個電池拿起來 然後插入這個換電站裡面 換電站就會即時的 跟電腦去做連線 去看說你現在車主的身分 車主現在的 使用的狀況 它會顯示在螢幕上面 像我最近就是到了保養的里程了 每天就會跳一個訊息給我說 你要回去保養的 你要回去保養 好客氣 你如果不回去保養 它會不會怎樣 一直警告你 每次都會顯示那個畫面出來 給我看一下 不過剛剛講了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電池 你從車上拿下來 Go Go的車子就有兩個電池 對 所以它必須兩顆同時拿到充電站 去做交換 對 它就一次是要換兩個電池 換兩個 你剛剛講說它辨識 它辨識你的車子 它是電池 它怎麼去辨識你車子 它還要看身分證 它其實電池裡面有個記憶體 然後會儲存你車上的資料 所以當你交換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資料傳載到雲端上面 然後它這時候再從雲端下載 它原本的其他一些資料 它再換到你新的電池 然後把新的電池插到車上 對 所以它速度會很快嗎 速度會很快 我聽說是六秒鐘就可以完成 半電池只要六秒而已 對 所以我有時候像我上班的時候 我可能在等紅綠燈 我就會停在旁邊 換個電池 然後就走了 但是還有一個條件 六秒鐘 基本上你的資費要付清 對 萬一算算你有欠費 對 那個電池就啪 就會被鎖在那邊了 對 就必須要去做解除 對不對 就必須要去做腳管 這個是在資費方面 其實就這樣子的一個資費 剛剛那個CJ也介紹了 像SINGLE你會選擇什麼樣的資費呢 我覺得像我自己是屬於吃到飽的方案 因為有時候我用得多 有時候用得少 對 像我每天從公司到家椅子來回 就大概差不多20到25公里 所以算起來一個月差不多就是六七百公里 有時候稍微想要出去走一走 或是繞一繞 很容易就超過那個方案 所以我直接選八九九讓它吃到飽 好 我就不用擔心說 我每個月就變成就是八九九付完 我就不用再想其他事情 就不用擔心了 價錢也不會有高低的問題 OK 那Ben呢 Ben像你呢 我早期是八九九方案 但是後來我發現我使用率越來越低 因為可能工作很忙碌 然後開車時間變長了 是 所以後來我最近就把它降到四九九 降到四九九 為什麼選四九九 不選二九九 因為其實那個網路上有很多 比較熱血的歧視 它會幫你做一個試算表 那其實你把你的使用里程 然後把它填進去 它就會推薦你最適合的這個方案 我覺得Goro之所以成功 因為大家很多人參與 很多年輕人參與對不對 CJ 大家開始研究 什麼方法幫你做最好的一個判斷 對不對 就像手機方案 大家以後幫你做分析 那以CJ來講 你的使用的狀況呢 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上下班 騎車大概一天就是二十公里 好像算下來一個月就是六百多公里 那因為這個還不含假日喔 假日有一定會騎得出去玩嘛 好 就這樣算上去之後 我覺得吃到飽是滿划算的 今天介紹 今天我們既然介紹了這個電池的 這種租費對不對 當然今天我們也來了三台Goro在這邊 我們待會就一起來看看 我們請CJ 既然是3C達人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 好 我們就馬上來到Gogoro S1這邊 我們請CJ幫我們介紹一下 Gogoro S1它的外型 就是承襲了最早Gogoro 1 它的經典的外型 是 但它是加強了它的運動化的配備 跟性能 外型我們請Gina 外型 Gina妳看一下 妳從這樣看的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未來車 好痛喔 妳很想用我一台 事實上相當經典對不對 對 相當經典 它的一體成型鋁合金的車身 是 就是很少很少在摩托上面會看到的 一體成型的鋁合金 然後又是一體成型的設計 而且它前後的避震器都是單邊而已 前避震器 後避震器 後避震器 它後面是有多連桿的一個避震器的結構 多連桿 在傳動的部分 聽說也有他們的一個專利設計 它現在是用皮帶的方式去做傳動 這也是跟一般摩托車 可能跟一般大家常見的鋼鏈式 是不一樣的設計 皮帶的聲音是比較小一點 對 比較小聲一點 但是那個皮帶品質要高 對 然後整體的車子 其實讓大家看起來非常勇襯對不對 對 好 我們從外觀來看很勇襯 聽說 當初你們買的時候 你買GoGoro的時候對不對 對 我記得車子有編號 對 我其實想想當初 當初前一千台的早鳥車租 早鳥車租 都會有一個編號 零到一千這樣子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六百多號 你是六百多號 我很專屬自己的感覺 所以一千台過了之後就沒有編號了 後面就沒有了 而且是世界前一千台 對 全球上市的第一天 要給你搶到耶 好厲害 其實我覺得GoGoro坐車的精神 大家可以值得來好好的欣賞一下 我們這個車 你看到外表是這樣對不對 經常我們說有的車子 你比如說打開那個什麼蓋子 一看裡面的東西是完全 就是不能看的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 我們把前面的前蓋給打開來 讓大家看一下好了 它其實前面是一個可以換的面板 而且是吸鐵 磁鐵做的 打開之後呢 對 這邊它是它的備用的電源 然後跟它的行車電腦 然後跟它的喇叭 可是其實你看它裡面的設計 還是一個很漂亮 還是很簡約 對 好像就是那個就是把它 積木一樣掀進去 牽進去 而且是對稱對不對 對 而且是很乾淨的 很乾淨 我也看不到什麼線 對 因為它打開都很多線啊 油路啊 所以說這邊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它的備用電源 備用電源 那這邊呢 行車電腦 行車電腦 跟保險 它有備用電源要幹嘛 還是讓它沒電的時候 可以讓它騎嗎 不行 那備用電源就是讓你在電池 完全沒有電的時候 可以讓你可以開車廂 或開儀表板 看一些基本的 看一些基本的 所以說Gina剛剛CJ說 它是玩3C的對不對 對 基本上你面對它 像是一個3C的用品一樣 對啊 感覺高科技喔 真的放上去 你這不是卡進去 它是吸住的 對 是吸盤進去 吸盤進去 所以可以換成 你自己想要的面板 就跟你手機換殼一樣 這是換殼的感覺 可以換成自己喜歡的面板 今天我開心 我就換另外一個顏色出門 所以說你有準備幾個面板 我有兩個面板 搭配衣服造型的是不是 看今天心情 看今天心情 我覺得CJ看起來是很時尚的 對啊 很時髦 Gina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車跟一般的機車 你沒有碰過電動車對不對 對 你比較好奇的點在什麼地方 我好奇的點就是 它的速度是 跟一般機車是OK的嗎 它的動力 我覺得你應該是要 看看它怎麼發動對不對 對啊 真的 電動車怎麼發動 而且它真的好可愛 圓圓的 對 它的鑰匙是無線的 所以你只要按一下 你可以教Gina一下嗎 Gina第一次接觸過 對 好 那你按一下這個 它完全是第一次結束 那這個就不用擦任何鑰匙 擦在車上 你就可以放在包包 對 放在包包 放在包包 放在口袋都可以 你按了一下之後 這個這邊開始顯示了 它就開機了 它就意標本上就開機了 是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拉著 按著煞車 這邊是煞車 然後再按一下Go 再按一下Go 它就Go 車子就是啟動它的 啟動了 它就有個數字了 這時候我就可以加油門了是不是 對 這時候 這時候吹油門的時候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騎了 有不同的感覺 感覺對不對 電動車 你覺得皮帶帶動的狀況 像那個聲音感覺 很舒服的感覺 對 然後 然後我看到這邊 其實在儀表上面 它有一些 一些這個操作模式 我看到有個什麼Sport模式 有一個Sport跟Smart 這有什麼差別 Smart就是它是可以讓你騎乘的感覺 比較線性 就比較順 比較舒服一點 加油的時候比較不會那種 頓頓的感覺 它就會慢慢的加速 加上去的感覺 那Sport模式就是它的 馬達的爆發力是 它用它的極限去做爆發的 性能模式 所以它這樣 0秒加速會不會很快 很快 它0到50公里 只要3.7秒 很快 所以說CJ其實就你在一個3C達人 你也會去欣賞一下這個車子 對不對 會 欣賞 你覺得這個車子美在 我覺得它的燈光的部分 也相當美 它其實我覺得它的設計很好 很厲害的是 它的前面的大燈 進隧道之後它會自己開燈 就跟汽車一樣 會自動感應的 對 進隧道會自動感應 然後它的方向燈呢 就是你打一邊的方向燈 當你右轉的時候 它又結束之後 它會自動關掉 就跟汽車 就跟汽車一樣 對 跟汽車一樣 然後後面它這個燈條 紅色的煞車燈 是圍繞整個車子後面的 所以你不同的角度 都會看到不同的燈 所以算是一個反景的燈 在這個地方 對 雖然你現在看到是紅色的 但是你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有黃色的閃 它會透出黃色的光 對 我覺得這樣設計 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景點 GINA GINA 不是GINA GINA 熄火 熄火 怎麼熄火 對 怎麼熄火 直接按這個嗎 其實熄火就是 我們一般騎車停下來的時候 就要踢一個側邊的腳架 踢側邊的腳架 對 左邊有一個 對 左邊有一個側的腳架 對 你只要踢下來 踢下來 對 它就熄火了 這個時候它就熄火了 所以說這時候你不小心 拉到油門 它其實是沒有反應的 所以說算是一個 防呆的處理 對 所以當你今天停車的時候 就不會可能遇到三寶 好 吹油門側側衝出去 車子帶出去了 對 而且我們說電動車其實它 出速非常快 對 好 那扭力非常輕 加速 紅燈加速都可以跑低 好 除了側板 踢這個側支架之外 還可以怎麼樣做熄火呢 它其實就是 跟一般開機一樣 我們現在先把它啟動 對不對 對 啟動了對不對 對 好 那要再熄火呢 它關機的方式也是一樣 對 就是一樣 煞車拉著 拉著 對 然後再按一次GO 再按一次GO 然後它的速度就不見了 它就熄火了 如果說你要讓車子上鎖的時候 就要再按一下鑰匙 鎖起來再鑰匙 對 這樣按一下 再按一下 就按了 就結束了 電動車的電池很重要 電池在哪裡呢 電池就是要 你要再按一下 好 按一下 對 然後按一下 它有兩個方式可以開 一個是按這邊有個開關 這邊車廂打開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裡面 有兩顆電池在裡面 OK 這兩顆電池對不對 電池的感覺 Gina拿出來 重不重 滿重的 這一顆要9公斤 因為重 所以它可以騎得比較久 對 它的續航力 好 對 可以騎到100公里 好 我們介紹的是S1對不對 對 馬上帶過來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還有兩台不同的GOGO 來到現場對不對 這一台呢 這一台是GOGOGO S2 就是GOGOGO S系列 最新的一個車款 是 對 它也是以性能為取向的方式 好 兩部車子這樣子 我從這邊側邊望過去 好 這台車大多了 長多了 對 後座的位置也大很多 長度大很多 所以說是比較適用說 要雙載的 雙載的朋友 對 因為GOGOGO 2系列 它的特色就是乙墊加長很多 好 為什麼推出2系列呢 因為其實2系列 2系列它用了很多的 它的外型 就是跟一般的機車是比較像的 是 就可以看到這種支架 後照鏡 所以跟一般的機車比較類似 對 跟一般的機車比較接近 所以比較平價 比較平價 所以說在一些布品上面 它就做了一些調整了 對 有做一些調整 比較接近 因為價錢要比較接近 大家能夠接受 沒錯 沒錯 所以勢必要做這些調整 對 所以很多人講說 GOGOGO 1系列是跑車 GOGOGO 2系列是房車 它是房車 房車的感覺 而且可以帶著 對 我們又看到這邊又來了一台 然後這個叫GOGOGO GOGO 2 Delight 2 Delight 聽說它的價位更親民了 對 它更親民 親民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Gina你看這台車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有那種 英國紳士風 歐洲的感覺 很時尚嗎 其實這讓大家更有感覺的是什麼地方 它其實就是它的顏色外觀 就是換了一個全新的顏色 對 它有點金屬顏色 帶點藍色這個顏色在上面 換了顏色 對 它用氣質 其實跟2之間的一個差異呢 其實跟2之間差異 它的車身高度 因為很多女生會覺得說 GOGO 2車身太高了 對 居然可以做做看 所以它比較高對不對 對 GOGO S2是比較高的 這個導致比較適合生時期 對 我好像很優雅的感覺 它的輪胎 輪胎尺寸變成12吋 原本是14吋變12吋 好 車身高度降低了 好 我們大家就好好欣賞一下 你坐得到沒關係 好啊 車子漂亮 人也漂亮 謝謝 大家請繼續欣賞 好 秀一下圖 我們今天不光指 這幾台電動車來這邊 我們還有很多的電動車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大家就像你考慮到 各種電動車的資費 對 我們也陸陸續續幫大家做一個 比較詳細的分析 我們先進段廣告 歡迎大家去收看時來運轉 吉娜 剛剛看過GOGO了 對 對它電池了解了嗎 對 9公斤有點重 買車子這個電池會不會賣給妳 只租不賣 只租不賣 妳會比較採用什麼方案來騎 我應該是用199的 哪有199 我299 最便宜299 妳看的確很多的資費 那其實GOGO了它已經建立起 讓大家去換電池的一個概念了 對不對 對 我覺得它這個方法是相當的好 那事實上在各個廠商 他們也開始推出 屬於他們的電動車 屬於他們電動車的一個 租用的一個方式 好 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光陽其實它在8月份 要推出新車 但是他們早在8月份之前 就已經公布了一個他們的租用方案了 我們請阿Ben幫我們介紹一下 對 它在這個前一個月的時候 它就辦了一個盛大的發表會 這個是它的這個Ionex的這個系統 Ionex 對 這個系統 那它同時推出了這個Many EV的新的車款 好 要搭載這個系統 好 對 那它一樣會 對 你沒辦法擁有這個 你可以買這台車 但是你沒辦法擁有這顆電池 那它一樣有這個月租費的方案 就是299 你只要花299你可以擁有 你可以租用一顆電池 然後里程數可以達到1000公里的 使用里程 好 這邊有嗎 我們看299對不對 我們先看一下 使用1000公里 好 額外的里程的話 每一公里要加1.5元對不對 跟妳講每一公里加1塊錢 加1塊錢 對 加1塊錢 是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它的月租費是這樣子 對 這個我了解 這個到充電站對不對 是 好 它也是會判讀你的里程數 對 基本上光陽這套系統 會跟GOGOLO有滿大的差別 雖然它一樣有月租費 但是其實它是鼓勵你在家充電 在家充電 使用一般的插頭充電 對 因為其實這種110的插頭到處都有 那是它的理念 它比較鼓勵你在家充電 是 不過我剛剛看了剛剛那次卡 我們的第二個 對 它有說你可以去充電 充一次要付10塊錢 是 那個是一個快充的服務 就是他們 因為我們知道光陽其實在全球的經銷商 據點非常多 所以你只要找經銷商它有這個快充的服務 你就可以付給它這個10元的服務費 它幫你快速的充電 是 如果說你沒有碰到這個充電站的話 對 可以找經銷商 是 但是你充一次電要花一個小時 是 要10塊錢 對 要10塊錢 對 另外其實它還有這個租用電池 再加租電池的這個服務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做長途的旅行的時候 是 你可以在它有一個橘色的電池 好 因為一般版是白色電池 是 但是橘色電池是租用的 你可以花40元去租用24小時 24小時可以用的 對 24小時 是 的確 你看好多方案 今天要搞懂沒有 對啊 真的 我現在有點暈頭轉向的感覺 好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其實在光陽的部分 它如果說它在8月份要推出來這台車子 對不對 對 我們剛剛講GoGoro它是配兩顆電池了 是 那光陽呢 光陽基本上它是一顆電池 當然如果你想要兩顆電池也是可以 你就等於是一顆是299 你就用兩倍的費用 就去租用兩顆電池 好 光陽是有一顆電池對不對 對 那我們經常在講 車子經常會說 騎到沒有電 我們以前車子Single對不對 對 騎到沒有我還把那個預備油箱打開 沒錯 還有印象 對 這個我們都是那個老先生 老一輩的人 有這種想法 那電池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 因為光陽其實它有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除了它這個腳踏下面 這兩個插槽之外 它有一個核心的電池 會有一個核心電池 對 如果你不信的 你兩顆都已經用到沒電 它有一個核心的備用電池 讓你還可以做一個短程的移動 它是可以短程移動 是 剛剛Gogoro說也有那個 預備電池 對 在前面 但是它不能讓你騎對不對 對 只是讓你再去玩 操作它開行李箱 開行李箱開什麼 對 對不對 所以說我再簡單的講一下好了 光陽的電動車 因為它會有一個叫做 應該叫做核心電池 是 是固定在車子裡面的 對 另外它有兩個插槽 可以放兩個電池 是 但是如果買車的話 它只有一個核心電池 是固定在車裡面 再配上一個租用的電池 對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就要299的月租費 是 會有這樣子一個 沒錯 使用的方式 其實這些有研究嗎 光陽的部分 有啊 但那時候就是 其實很多人在討論說 到底這台車可以騎多快 是重點 那時候看到就覺得說 它的公佈的數據是說 時速最高是59公里 59 59其實夠啦 Ben 對不對 因為我們其實實際上騎乘 當然它標準值跟實際 都會有一些落差 像我當天我們在做一個 短暫試乘的時候 我載我們編輯 我們兩個可能加起來 就接近160公斤 那大概可以跑到40多公里 40多公里 在直線加速的部分 所以你剛剛講的是 要準備發表的這個車款叫做 對 Many EV Many EV 它是預計在8月份 要進行發表 對 然後在我們錄影的時間 當然還沒到發表的時間 是 那當然沒有辦法到發表時間 沒有關係 我們也帶來光陽的 電動自行車 對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自行車 好可愛喔 真的好可愛 不錯 對不對 它叫Cozy 對 它叫Cozy 所以說電動自行車 來 好小喔 好小喔 真的很小耶 好 我想這台車它 小玩具了 它主要的特點就是 因為它之所以叫電動自行車 就是 首先它因為法規的關係 所以它不用有牌照 好 我看這邊是一個 合格標商的電動自行車 合格標商 所以它省了燃料費 跟牌照稅 是不用戴安全帽吧 對 確實它在法規上面 它是可以不用配戴安全帽 但是我們當然建議大家都還是 配戴安全帽 對 也因為法規的關係 所以它的極速限制在25公里 25公里 所以你怎麼騎它最快就是25公里 好 我們很想看一下 金老師 我們看一下 我想請Ben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想直接去看它的電池在哪裡 好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IONX 它其實在Cozy上面 就已經有一些雏形在了 比如說 有一些概念在這邊 有一些概念在這邊 比如說它的電池槽 它就相同在這個腳踏的位置 這邊是電池槽 對 電池槽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一樣是這個電池抽出來 拿出來 這給Gina提提看 這個比較輕 而且還有包包的感覺 好像是辦公室的辦公包 對 提到辦公室裡面也不覺得說 它是一個電池 對 好像 然後偷偷在公司充電 真的 它可以隨身充電嗎 沒錯 它可以隨時帶著充電 可以隨時帶著充電 所以這個跟IONX的概念滿像的 OK 另外就是 因為剛才在IONX的Many EV裡面 有講到它有核心電池 好 在Cozy上面 也可以看到它的前身 已經開始有那種概念 對 它這邊有一個子電池 它可以看到 好小 對 同時它不只是子電池 它這邊下面還有USB孔 這個同時是一個 充手機嗎 對 大型的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 對 所以你隨時都可以用這個來 我就接上手機 對 這個帶上去 好大的行動電源 然後它這邊 你可以輕按一下 它會顯示你的電量 可以看到它的電量 而且還滿輕的其實 所以這個也可以拿下來充 對 這個也可以拿下來充 當然你的車主電池沒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 做一個短程的移動 就像剛剛的核心電池 所以說它在電動自行車上面 已經先有這樣的概念 對 其實是有的 對 當然電動自行車的電池 是 它就是直接 反正你家裡面接線 充電孔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 充電孔在前面 好 所以其實你一般來講你在家 如果你不想要拔電池的話 是 你使用這個充電孔 也可以直接進行充電 直接充這邊就可以了 對 所以說反正 車子不想拔電池 騎到這邊就直接充了 對 那如果你說住大樓對不對 那它也附著充電線 是 然後直接帶到樓上去 對 就帶到樓上去充電 看起來很輕 對 其實它 我們剛剛講到它的級數只有25 但是其實你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車子只有40公斤 只有40公斤 它車子可能比你還輕 比我還輕 對 你這個女孩子不介意講你體重嗎 我不介意 我只有它10公斤而已 對 我本來以為說跟我一樣輕 跟我一樣重 這樣我可能會飄走 那它其實主打的是學生族群 就是有一些可能你還沒辦法獲得駕照 比如說你大學畢業你還沒考 你可以先試著用這個來熟悉未來騎乘的這個狀態 其實要去搶那個 很多大學生騎腳踏車嘛 對 對不對 大學校園又很大 地帶腳踏車的市場 對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 是啊 另外像我們公司中山 在中山站那邊 那邊有很多那種潮流店 或者是那種飲料外送店 所以這輛車呢 在我們公司裡面出現率蠻高的 出現率蠻高 因為它的外型長得很 而且台北市你說要挺一個機車 對 有時候那個位置 真的很難去喬 很窄 對 好像讓我燙到 對 你被燙到就是這樣的經驗 對啊 OK 它的心裡面的陰影又產生了 對 陰影 吉娜我們今天要消除你的陰影 好 因為有電動車會陪著你 對 電動車 電動車 除了光陽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E-MUMI 中華的電動車 我們待會兒跟大家做分享 行動派的安美里長 每天的公務好像就從啟動這部車子 開始 是 我來了… 你怎麼沒有騎車來 不然騎車穿的怎麼載醫生 不然我怎麼沒聽到電動車 我的車是電動的 比較重 奇怪 我才電動 電動在配合 對 要炒死了 看著進步的時代 現在火燭就已經拍到月亮了 我電動車說給你知道 走…去 走… 走… 出發… 你若看一看什麼 會叫老師靠著我 我先帶你來看醫生 知道嗎 好 謝謝阿姨 什麼謝謝 叫姐姐 好 謝謝… 好 姐姐 好 謝謝 你騎這台中華電動的 不然每天四個學會不會 有錢還會開 是大力更早的 親切 很爽 聽說你拍中衣 百味精采 我沒有人 剛才那邊看 你們兩個也比較拜託 要開託 我剛才也太記得 你看看 這圓斷放在這裡這樣 人家的有機蔬菜 有機也變成有機 要吐 對啦 我看是要撐掉 不然就不要騎你 你在騙手 你撐自己不是騎你嗎 沒有啦 這台沒有吃油的嗎 沒有吃油 沒有吃素的嗎 不是啦 這台吃電的不用加油 生錢又乾淨 世界先凋零 有什麼耶 人家說都沒有耶 當然沒有 不過像我們家住在樓上 要充電就麻煩啊 電瓶天網上 你拔一下拿回家充電就好 不然這樣啦 說謊幾個充電 大家說雞翁 漂亮 OK 金啊 你看 我覺得 未來真的都變成電動車的時候 對啊 我們這環境的改善多棒 對啊 空氣都清新了 而且那個有機菜不會變成無機菜 對啊 好 其實大家 你看到最後大家還是會考慮到 很多人都會考慮 想要電動車 大家就會考慮到就是說 它的充電 對不對 它的電池的這些支費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了 兩種方案了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 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中華電動車 Emoving 我們請Singer 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了 Singer在他們有名一些 對他們的電池的一些方案 現在那個中華電動車 它有兩種方案 一個就是說 車電一起買 另外一個是車電分離的方案 那車電一起買 就是說你買車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一顆電池 那個電池就是可以保固三年 或是保固三年左右 那如果說你想要保固多一點 你還可以再多買一點保固 那如果你想要說今天你擔心 電池壞了之後 費用很高昂的時候 你可以用租的方式 就是每個月299 那所以然後你就可以充電 那如果今天發現說 電池是不是有些狀況了 那你可以再拿去跟它 去做去交換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剛剛看到那個299 每月月租費299 其實買一個電池的保固費 對其實就是交 算是保固費 沒錯沒錯 就是這樣保固費 有聽懂嗎 Gina 有很清楚 但是它充電要在哪兒充電呢 我問你Gina 充電它是直接插的嗎 還是 是不是在家充 對 是嗎 對 還是要在家裡面充電 對 它還是在家裡面充電的方式 在家裡面充電 不過CJ你對於這種在家充電的方式 你覺得呢 我覺得有好有壞 你可以自己充電可以自己控制 但如果說你住在可能6樓7樓的話 你要爬樓梨上去的話會很辛苦 順便練練身體 這樣體體那一顆很重這樣爬上去 對 很重 所以Gogoro故意做成9公斤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交換對不對 不用提上去 其實開玩笑的啦 Gogoro它最近也推出來 可以做充電的 可以在家充電嘛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Gogoro不是每個地方都有換電站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跑比較遠的 可能去南投啊 或去山上之類的 我就可以帶一個水深充電的充電器 它就可以直接充電 但是它不鼓勵你 它其實不鼓勵你在家充電對不對 對 因為充電時間很長 Single對不對 它的里程數還要繼續計算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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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Gogoro再加充電的話 對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說 其實基本上充電的電費 對他們來說其實比例是比較小的 對 他們花比較多的錢是在於 電池的管理跟背後的一些數據的處理上面 是 是 是 不過其實這個方向對我來說就很實用 因為像我家在山上嘛 對 附近 附近最低的換電站大概10公里 好 所以騎回去之後 如果可以插著充電 其實對我來說比較方便 是一個預備嗎 對 但是它的里程還是要繼續跟你擊飛 對 好 那當然讓我們也來看看 中華電動車 E-MOVING他們的電動車 我們請Single也一起來 幫我們做一下介紹 我影片剛剛有看到 有個地方超厲害的 就是它的中座 它會自己升起來 對 沒有看過有一台這樣的 好 我告訴你 這個功能超厲害的 像我 像我這個體重這麼重的 比這台車還重 都可以很輕鬆的 自己講的 對 就自己升起來 真的 好酷 對 多方便 車子就架起來了 對 好輕鬆喔 下去呢 就下來了 都簡單 很適合女生 跟媽媽 還有像我這種 比較懶惰的人 就很方便 起來了 好酷 好人性化 我覺得有個好處 我以前很討厭騎摩托車 為什麼 因為每次大家不是穿白鞋 就是穿什麼乾淨的鞋 對 一踢那個中柱完了 鞋子就髒了 就報銷了 走起路來覺得好 那種感覺很不好 對 真的 妳要試試看嗎 很帥 好 好 你坐上來 這個很適合我 Gina其實妳坐上來 好看多了 好 謝謝 衣服也配色 是 Single開玩笑 好 我們剛剛就是要呈現 妳剛剛那麼大的重量 對不對 對 你都可以 Gina妳也想玩一玩嗎 這個升起降下 好 這怎麼用 好 要是轉開 好 要是轉開 OK 這個按上面是升起 上面的這個是升起 下面的是 降下 對 妳現在要先降下 按著 對 降下來 好科技的感覺 好 我們要把車支起來呢 支起來 然後再按這個是不是 對 還有起來 好輕鬆 非常簡單 好 其實妳看這台車 妳覺得妳哪些地方 比較好奇的 還是比較吸引妳的 我覺得吸引我的 是它的造型 它的造型 配色還滿女生的 配色很女生 這邊也 而且它有好多功能的感覺 對 它其實這台車 因為中華電動車 已經好一段時間了 就像譬如在路邊看到的那種 收費員 常常就是這一款電動車 對…有印象 它其實這台是那種 大概屬於50cc綠牌等級的 它提速大概45公里 這個是要掛牌照的 對 要掛牌照 大概45公里 最快時速45公里 45公里 其實就很夠了 就夠了 對 一顆電池大概最長 可以騎到36公里左右 好 不過妳剛剛講的 它這邊的一些按鈕 的確是很多按鈕 對 真的 我看那邊有個R 我們這個請SINGLE來 幫我們示範一下好了 R是什麼 我看那邊有個R 是它還有到檔嗎 這邊有個R鍵 它按下去之後 然後你車就可以往後退 譬如說我們現在先往前移動 好 請移動到定位之後 如果我要後退 所以R按著油門輕輕轉 車就會往後退了 非常非常簡單 好人性化 就不需要再另外處理 好像汽車一樣了 好方便 這個東西對女孩子來說 我想應該是非常實用的功能 真的 對 此外它這邊還有一些設定 譬如說它有一個Echo模式 就是說它可以讓電池走得更遠 如果你需要速度的時候 就把它切到Speed 它速度就會變快 也有兩個可以選 對 或者是 可以省油 可以省電也可以變快 省電 可以騎得更快 都可以做選擇 那如果有時候你想要 譬如說爬坡的時候 需要更大的動力 它還有一個Boost按鍵 在這邊按下去之後 這邊Boost就會亮 它會有更大的動力 對 更大的動力 好 或者你要再帶一個人的話 對 沒錯 然後這樣就會比較 騎得比較順暢 有時候像我們剛剛影片中 看到譬如說被狗追的時候 我就趕快按Boost 趕快跑走 就會比較安全 狗都追不到 不過誰說電動車簡單 其實電動車在這邊 還滿貼心的 對 其實還有滿多東西 其實有考慮到 而且之前 小巧思 可能之前在遊車的時候 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其實在電池都可以翻 我覺得充滿了樂趣 我們一想來看看它的電池好了 沒事講了 我們就想看看它的電池 還有它整個的充電方式 好 這個我最喜歡 對 用上來了 我們叫它斜不張 斜不張指甲 電池的話 好 我現在把座面打開在這裡 電池 它其實很簡單 在這邊打開之後 電池就在這個位置 好 在那位置 然後它 這個電池它的容量 我覺得是10安培小時 好 很簡單這邊旋鈕之後 就可以把它拆下來 是 這樣一顆就可以拿走了 你可以拿它看 好 可以嗎 金娜 它拆開很重 可是還好 還好 其實還好 OK 拿過9公斤之後 都覺得這些輕鬆 對 真的 這個提上 金娜 提上樓去充電 對 我好像去修飲 我們再把它放回去 好 再把它放回去 但它也可以直接插著充嗎 對 它直接可以充 我看到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也是一個充電座對不對 對 它前面有一個插頭 我幫你打開了 這邊也是一個插頭 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路邊有那種 110的充電座的話 你直接把它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家裡方便充 車子電池不要拆的話 也可以直接充 各方面都可以 如果說你是住大樓一樣 提到樓上 好 如果說今天你是 譬如說一些比較商用的狀況 譬如說今天你是快遞業者 你可以買好幾顆電池 然後放在 譬如放在你們的休息區 沒電了之後你就直接換 這樣就也可以 這種方便 這種方式也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剛剛講到電池 現在電池價格還是貴了 對不對 對 所以說你剛剛提到 有一個就是 不含電池賣 對 對不對 299租的方案 這樣子會比較便宜 會比較便宜 如果說買整個車會比較便宜 對 大概在1萬出頭就可以 加他們補助之後 1萬出頭就可以買到 1萬出頭 對 1萬出頭 1萬出頭 我們剛剛提到的都是 屬於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 就在我們的都會區 大家可以看到 對 自常生活 我們還說它比較像 我們現在白牌車 對不對 對 電動機車 有沒有紅黃牌車呢 我們今天也帶來現場 讓大家一起來看看 我們待會跟大家做分享 歡迎大家收看 時來運轉 Gina 騎那些小西 我們不知道叫小西西數了 騎那些比較像我們現在125 這樣子的一些電動機車 已經不夠 不是不夠看了 其實你有更高的追求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 就是這台Zero S 它是屬於電動車的重型機車 對 我剛剛一直在想說 怎麼會有一台重型機車在走 而且掛紅牌對不對 對 紅牌車 我們請阿斌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台車 確實它掛紅牌 它確實其實它的性能表現 跟一般的紅牌車幾乎是相當 你去試過這台車嗎 對 我們過去試的版本 比這個再高一點點 這個是S版 我們試SR版本 所以不管在它的最大馬力 跟它的扭力方面 其實它表現都接近 跟紅牌是一樣 它可以跑多快 它其實在電動車的特性 其實在急速方面 它的表現會比較受限 比如說像這台車的話 它急速大概160公里 160也很快 對 其實它在一般道路上 已經很快了 但是電動車的扭力表現 是很恐怖的 重點是扭力 因為它的扭力出現的點 是很早 你只要油門一開 它扭力就出來 它的扭力甚至跟公升級的跑車 是同等級的扭力 這麼厲害 對 所以你能想像說 它在這個小型的車架上面 擁有公升跑車的加速力 是很驚人 那種重機 它會不會跟一般重機一樣 會有那種嗡嗡嗡的聲音 重點就是它沒有聲音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麼快 沒有聲音 對 因為比如說像是Gogoro 或者是這種其他輕型的電動車 其實沒聲音還好 但是當它這種加速度 速度快 對 非常快的時候 你刷過別人的時候 那真的會嚇到你 一陣風吹過這樣 確實 所以以後未來真的還是要稍微 製造一點聲音 對 每個車本來是刻意的 要去製造一點聲音 是 其實現在很多車廠 都開始會有加音效的這個效果 對 不過這個車來講 雖然它是重車 對 我覺得Gina你騎上去 你坐上去看看 好啊 你覺得這個車的高度 它其實也還OK 整個第一個高度 感覺很帥 有沒有 然後殺氣馬上就來了 馬上殺氣來了 確實 對啊 它是不是有點感覺像美式的那種 對 其實Liro這個品牌 其實一般人可能有點陌生 它是一個美國的品牌 在2006年的時候創辦了這個品牌 那它經過六年的研發之後 在六年後 它就推出了這個 它這個強化的馬達跟這個電瓶 所以它現在可以 像大家看到的這個 它可以輸出這樣的功率 所以說要發展到電動 像是到了電動的重型機車了 是 其實在馬達上面 在你的電池上面 你的續航力 或是馬達的馬力方面 事實上是要做一個技術性的進化 對 這個其實是最現實的 因為你不只要跑得快 你的續航力 還要達到大家的需求 那像這台車 其實它可以跑得很快 但是它原廠標榜的續航力 它可以衝一次保的電 它可以跑200公里 當然 跑200公里也很遠了 對 當然像我們剛剛講的 所有車種 它的測試跟實際 我們實際騎乘 都會有一些落差 對 以我們過去的實際騎乘 去跑山 假日跑山 也可以大概跑到150公里左右 我今天想要好奇想問一下 像它的電動車 它的懸吊 它的避震 它的煞車 這方面 跟一般的重機機車 會有什麼樣 如果以這台車來講 其實它的懸吊跟前後懸吊 其實都跟一般的重機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等級 稍微低一些 這個大概是 大概300等級的車款 但它前面 大家看到它是用倒立式前叉 其實它的前面的反應 算是蠻不錯 然後這邊可以有一個玉子來可調 還是可以調 對 還是可以調 後面它也用掛屏的單槍避震器 所以基本上 以這台車來講 它在極速的160來講 是夠用的 但是其實說真的 如果對應它的扭力 對 其實是有些不夠的 對 那個扭力變化會比較大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強弱 確實 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 如果我們剛上車 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是 沒有離合器 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它左腳 也沒有換檔的踏桿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其實 很不習慣 因為電動車 怎麼搭檔 它只要一吹油門 它就一路加速上去 它是沒有換檔 所以它就一路加速到150 所以一般大家重車的其實 就是騎習慣擋車了 對 這個反而是不習慣 反而不習慣 反而讓你不習慣 來 我們其實看一看 其實在這種電動車 我們剛剛講過 在電動車上面 大家可以玩的東西太多了 對 對不對 它好像在這個速度扭力上面 都也可以透過手機來做一個調整 是 對 它這邊其實它有 一樣是有這個模式選擇 有三種模式 一個是ECO版本 就是省電模式 另外一個Sport模式 就是它的性能會比較好 比較運動版 另外有一個客製化的模式 這時候就要透過手機來做一個調整 好 它只要透過手機的藍牙做配對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透過它 我們剛剛選客製化的介面 然後這邊 像這邊有一個客製化的急速設定 好 進去之後做一個調整 可以限制它的速度 對 可以限制你的速度 然後甚至你可以限制它的扭力的輸出 好 可以在這邊做一些設定 讓你更適合 這輛車更適合你的騎乘方式 因為有些人他不習慣電動車那種大扭力 對 確實 所以他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對 沒錯 好 手機跟它配對 已經不再是娛樂設施了 實際上是影響到它整個 可以調整它整個性能 對 那這個原本不是應該是油箱嗎 油箱 確實 因為電動車的關係 這是它的優勢 所以它這邊本來我們油箱 佔了很大的位置 就變成了置物空間 對 一般都要帶個大包包 對 沒錯 所以它這邊我們就可以放一些東西 比如說充電線 那我們 充電線 充電線 這就是像電腦的那個電線 那它怎麼充電 對 這邊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它的充電時間 一般家用的這個110就可以充電 當然224比較快 但是不是到處都有220 對 那要充多久 一般的110大概是8到9個小時 就可以充電完成 那它充電孔在這邊 讓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軟塞 把它拔掉 好 然後插著 插上去 好像電腦在充電 對 其實就跟電腦一樣 會接電腦你就會充它的電 沒錯 好 所以這邊插個220會比較快 對 插110會比較慢 那它原廠其實有提供這個快充 你可以再加購這個快充 它就可以把這個充電時間縮短到一半 但是車價是不便宜的 是 確實 好 那當然這個 的確科技的進步 大家可以享受一般通勤 市區 甚至長途 你都可以騎著電動機車 對 同時你可以享受到這個重車 所帶來速度感的 高扭力的 是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對 體驗是相當不錯 對 另外我覺得可以提一下 就是它的這個 雖然剛剛那個鄭國哥講說 售價的部分 那我們就必須講 其實我們個人 擁有重機有很多台 那這個它在保養上面 還有碎金上面是一個 相當省的選項 是喔 因為它現在政府有補助 所以不管在牌照 或是燃料方面 其實上它都不需要負擔的 所以以我們過去玩車經驗 它一年可以省下個七八千塊 沒有問題 金吶 這個男朋友可以交 他說好幾台重車 你們聽到 真的喔 那我又站過去了 待會兒留下電話 OK好 謝謝Ben幫我們介紹的 謝謝 我們今天請到的三位來賓 他們其實都是電動車的車主 那我還是要最後還是要問問他們 電動車到底帶給他們的 最大樂趣是什麼 SINGLE 我覺得安靜 安靜 好 這個CJ呢 我覺得就是它的 停空運動車子不會這樣抖動 是很舒服的 而且你好時尚 你很搭這台車子 好看… 阿Ben呢 我想最直接的就是 我再也不用吸廢氣了 再也不用吸廢氣了 Gina今天看過這麼多電動車 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覺得太好喔 腳不用再被燙傷了 只有那個疤留到就好了 不再有疤 這個烙印在你的身上 對啊 好吧 Gina你就選一台 看誰最帥 選一台車我們準備出發了 我就選這台最有型的了 最有型的 CJ今天真的有很大的收穫 不過2035年 全面要禁售燃油的機車 所以說大家提早享受電動車 你就能夠提早享受電動車 帶來的樂趣 而且能夠會為我們這個環境 做一份能力 我們出發吧